其实我本人参加这个班 并不是为了找工作 因为觉得就是之前的生活重心 都在照顾孩子身上 那么现在孩子也大了 然后我在家里就是特别的无聊 所以就想把这个重心 从孩子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 然后就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 我就想找一份part time的工作 然后如果能够坐在办公室里 又从事脑力劳动 这个就是我一个梦也好 一个愿望也好 但是就一个很巧合的机会 我看到了就是网站上的 维多利亚的广告 然后就对这个零基础会计就业班 产生了兴趣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就抱着试试看吧 就参加了这个班 然后这个班呢 我是去年12月份的课 五个星期呢 主要是学习 就是市面上最常用的三种会计软件 然后进行记账工作 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叫bookkeeping 然后就是通过 主要是课程中的大量的练习 对我这个就没有任何会计背景 然后来理解这个初级的会计知识和原理 就是帮助非常的大 这个五周的学习中呢 就张老师就用非常通俗 易懂的语言 把这个专业性就很强 然后特别枯燥的会计原理 我觉得讲的又生动又深刻 就让我对这个会计行业 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如果你们以后上课 你们就会看到张老师 在三个会计软件中灵活的切换操作 我当时真的非常的佩服 然后也是安安下决心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然后就是我在一月底的时候 然后课程基本上就毕业了 我也是有一天无意中在翻看 就是51网页上面的那个招聘广告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条 就是他是招聘 正好招聘part time的bookkeeping 我并没有写简历 然后我什么也没有 我就是抄起了电话 然后就给他们这个招聘负责人 他有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名字 那我就打过去了 然后我就 我看到他上面写 就是他要一个part time的 然后每个星期上两到三天班 他很欢迎这个什么留学生啊 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 可以有什么工签啊 但我自己就是 我看中他我就觉得 像我这种就是年龄大了一点 对他们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选 如果是你找学生啊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在这个岗位 长时间的可能会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优势 虽然就是我的经验啊 还有我的专业方面的 可能不如这个会计专业 刚毕业的学生啊 但是我就是看到他找part time 然后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他们的负责人呢 就是让我过去 最一开始呢 是也没有问我什么背景 我只是跟他说啊 我学了这个三个会计软件 这个我会熟练的使用 然后呢会bookkeeping 这个最简单的记账工作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胜任 如果可以呢 你给一个机会让我试一下 然后他就当时就给了我一堆 就是那些票 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员工报销的吧 那刚好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张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表格 就是关于这个一个信用卡的 报销的一个表格 那我就有那个表格 我就用那个表格 然后呢把他当天给的我 大概有三十多张单吧 什么有吃饭的 有邮费啊 还有买办公用品的 然后把就用那个表格 把它记清楚了 然后就是给他看了一下 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做其他的 然后就通过了 他说好 那你可以就是来施工了 上班的时候 他们是用我们讲的这个三种里的软件里的一个是 quaybook的unline 他用这个软件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账 我是在2月2号开始上班的 然后他们的账只做到了2020年的9月份 10月份开始的账呢 就是都堆积在那里 然后他就是给了我一堆单 然后你要自己整理 然后问我 你先试一下 你看看你10月份能不能坐下来 刚好他是三个币种 是有加币 美金 还有就是人民币 那么我们上课正好讲了两种 一个是美金 还有加币 那么你有两个币种 那你肯定对三个五个都是一个道理嘛 然后我就试一下 还有就是上课中老师讲到的就是 我们会计实际上就是copy 他原来用什么记账 他记在哪个账下 那我就打开看一下 然后按照他原来的那个账 然后记上去 我觉得 我大概是用了一个月多一点 我在三月底的时候 然后把这 他有四个账户 分别就是两个银行 每个银行有两个币种 然后就是四个账户 加上还有四张公司的信用卡 一共八个账户 我就是每个月要做八个账户的 Bankery Cansell 然后再把费用给他核算了 没有需要出报表什么的 那我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我把账就是追到了二月底 这追了五个月的账 我觉得他对我还是满意的 那么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工作慢慢的 我觉得我有了一些实战的经验 跟老师上课讲的东西 觉得更好的就是更加立体的 在我这个脑子里形成了 大的概念和框架 我现在就是上个星期 我又报了老师讲的中高级班 觉得我对这个就是很有兴趣 想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 掌握更宽广的会计知识 那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